那你觉得我们现在这个学院来说的话 还有什么需要做得更好的 这个我倒觉得都已经都挺好了 就是像我们业余爱好的到这边 你看想学什么的 你都会给我们考虑进去了 怎么练怎么弄 我们就跟着 我刚才跟那个也在说 你不要去多想 你就闭着眼睛跟着他练就行了 对吧 包括你的那些教学 你那个教学等于是给我们指了一个路 你想练这个 我告诉你怎么练怎么练 用什么东西练 你想练这个 我告诉你怎么练 跟着练就行了 我觉得已经好像没什么不满足了 思考思考 还是我觉得你能来是让我 你都把那个蛋白粉都拿出来 都考虑进去了 给我们大家吃了 已经考虑到这一步了 我们还要想什么东西 我觉得永远都没有最好 只有更好 那是 然后就是这一路上 包括学院 其实有很多老用服都回来 像创业前两年的一些 都有来 就是我觉得创业对我的收获 除了名和钱 这些很基本的东西之外 更多的感情 因为感情才能让我快乐 兴奋 对对对 你说这些钱来说 我觉得它让我兴奋不了 让我兴奋的更多是 就是感情这间交流 这种痛的状 就是事情做对了 有一种成就感 然后大家 大家的肯定自然也会认可的 你这么多教学 全网全球也没有谁了 没有谁了 没有第二个了 你看这么多每天更新的 这种微信公众话什么的 有谁在做这件事情 没有的 每天做 做了这么多年 是吧 所以我 四年吧 每天都做 做一件事情 做四年 你就跟写日记一样 一天不掉一篇 那以后 人家一讲起羽毛球 那个什么 在线教学 我觉得你就是一座 绕不过去的山也好 翻不过去的山也好 就是一个标杆了 没有第二篮 我现在 这个我很佩服 不是 我现在还在筹备 还在那地方 对 在筹备 对 我的教学不可能只会有这一千个 对 我可能要做到十万 对 应该是一万 对你来说 这个是 是 就是 还没开始 还没开始 但是对我来说 这个已经是一个高度了 我觉得 不容易 对于市场来说 是一个高度 那绝对是的 但是对于我自己教学来说 可能 十分之一的程式还没做到 因为我要做教学 如果真的做线上了 真的 我的这种线上的 语毛学院的教学 从灯光 布光 景球 配角 包括它的配乐 那我全部都是要做到最细致 最牛逼 最屌 我现在都没有 还没有 还没有那个 包括脚本 包括一个握拍 至少要拍一个多小时 我们至少 通过一个课程 至少要有200个小时以上的 这个素材 那个东西剪出来 200个小时去剪个 一个小时内容 那个东西才叫牛逼 每一句话真主 每一个角度去拍 等我的学院出来了 我让羽毛桥的行业这帮人知道 什么叫做一个新的名词 叫做知识付费 因为他们现在拍的 基本都垃圾 我基本上我觉得内容是做得很好 但是对于体验来说 太他妈差了 然后做出来之后呢 还有个问题 就是他们的心 成的不够 一旦这个内容赚起来之后 他们就马上想到 做第二个机 三个机 这个内容完全不赚钱 他没有去想过 我这个内容里面有什么问题 因为他这个内容 你做出来卖得好 他卖得好 他就觉得我没有问题 不是的 你越卖得好 里面的问题一定是越多的 因为市场的做事是不一样的 所以说这个东西呢 后面你看我表演 你到我的知识会上线了 让这个市场上的人知道 什么叫做羽毛球行业教学的天花板 然后我还会发动 我的毕生的所有羽毛支援 我认识了所有的事业冠军球 冠冠军知名教练 全部都会来我的学院来开课 从羽毛球的学院到电商 到线上的支付费 包括到线下的商学院 全部要做成配套连锁 争取十年之内完成这个宏伟的项目 你还年轻吗 我也不年轻 来日装长 你已经是年轻有为了已经 是算相当不错了 我非常怕年轻有为这个事 我在我们那个羽毛球群里 我也跟他们讲 我说你们看看 你几岁 他几岁 你在做什么 他在做什么 我只是觉得自己在实在的 这个比较幸运 但是从努力程度 勤奋程度 包括还要努力 反正我希望就是 因为这四年 你是见证我这个过来的人 然后还有很多四年 就是每一个路上 你可能看到我的进步 我不能说 你过两个下个时间看到我 还没有上个时间 那感觉不行 就至少要比它好 而且好得非常多 好吧 这点我一定答应 我呢 不光是见证 同时也是一路都是 都是你的受益于你的 作为一个业余爱好者 学球也好什么也好 一路都是受益过来的 所以说也拭目以待了 现在你这个这次练的 我觉得中期来说 已经是表现很好 然后这是 收获挺大 然后这种学习是中正学习 就是有一段时间 还是可以过来 消化消化 再回炉回炉 对 回炉回炉 这个很重要 然后我觉得也聊得差不多 我觉得像拍一下这样的东西 来说以后就像上次拍的 现在看17年的就很好玩 对吧 然后等到我们27年的时候 再来看那个视频 当时你那个就搞得 我觉得就很成功了 三天的免费体验嘛 也是诚心满满的 对业余爱好者来讲 所以报名的特别多那天 反正占满了嘛 16遍堂离 对 那么多人报名都满了嘛 而且效果也很好 还整个让我们体验了一遍 就是专业的羽毛球的这种训练啊 这种相当好 然后接下来的时间 基本上就是准备现场学院 就是全力以赴 然后我们就是这个学院 反正就会一直 以这样的模式去做 单肩保住不保持 然后教练员是一对三 就是不会超过三个人 所以一共这里六遍场地 一共就只能接待48个人 不会去超过18个人 保值保量 对保值保量 然后今天就是这种东西 我们会一直保存 等我们以后翻转看 然后现在这个时间 也差不多马上要到双十一了 我们双十一从十一月一二开始 这个力度非常大 就是做了一个力度很大 就只有时以来 我觉得力度最大的一个活动吧 就是也在我的淘宝店铺 和温小城区国语严选 然后做 把这个品牌慢慢地去做 做大 做强 反正只要做 它肯定会越来越好 这我这些坚信 滚雪球一样越滚越大 想没用的 一定要不停地做 你已经是脚踏死地 然后学院模式也好 服务也好 还是要升级 也是非常欢迎全国各地 全世界各地的球友来这边去练球 反正只要你来 你的收获绝对是 怎么说呢 反正就是不会白来 基本上 对不对 确实 这次也是很感谢你们这边教练都很耐心这样教学 还带了满满一大包的那个什么器材带回去 这些都是隐藏福利 这个对于练羽毛球很有用的 所以说你把羽毛球周边都考虑进去 全都要考虑 怎么练习 用什么器材什么的 未来会越来越 这个一般教学他们不会想这么多的 所以说你这边的教学厚度有的吗 我说老哥我们还是要跟好的比吧 那些市场上这些比较普通的 哈哈哈哈 这个也是 他都不在我的那个标准范围以内 对对对 就是我们要跟行业更好的 比如说现在行业很多好的呀 对对对 像虎铺篮球那个篮球赛事的 哦 他们从什么品牌到赛事到IP 包括包括草根球员的培养 包括到情绪 啊 有很多 还有包括我知道一个那个橄榄球的 嗯 还有包括基建的 啊 他们都做得很好的 啊 就是要多上强者学习 对对对对 我经常去跟他们的老板去交流 嗯 然后去找他们探讨一些新的模式 对对对 包括一些资本操作我们也在交流 反正您在中生学习这里面的羽毛球 我也在中生学习怎么样把我的羽毛 事业做得最好 我们一起努力 好吧 好 我们就差不多了 好好好 OK 然后老哥下次随时 好好好